我们的院长本来不是说日理万机常常把便当 常常在办公室吃便当吗 还看公文看到看到十二点吗 怎么在七八点那天七八点就就整个整个行政院空荡荡的呢 你不觉得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想要设局要来引学生入众 那接下来再来做其他的政治操作吧 好这个我无法我说过这个真相未必能够大白 但是我们只能求其有一天能够水落石出啦 因为国家机器包括那个太阳饼谁吃的 行政院都有录影 他随时监控的耶 尤其那些首长办公室都有录影机的嘛 你说你说到底有没有被吃 对不对因为今天是你消产 其实说被你的蛋糕跟太阳饼被吃掉了 对不对那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可以拿了录影带出来嘛 那到底是谁吃的 真的是学生吃的 那大家来叫学生陪嘛 对不对 今天学生确实有人送了150盒 肖佳琪不满意 听说是送错了送错家啦 那没关系我再出钱送对家给你吃 这你会觉得就是莫名其妙嘛 好我们再来看 其实国家机器在这一次的执法过当 但是却又说谎 这才是我最难以接受的 今天有 为什么有政大法学院的26个学者 老师他们要联署 要追究这些下令者的责任 是刑事责任 为什么 警察你知道 驱离不需要打头的 你当你拿警棍 那个警棍打头是为了死人的耶 所以现在不只是政大的26个教授 其实包括那一天 在现场协助学生的 跟群众的这义务律师团 他们现在都准备要控告 这些当事者 包括下令者以及执行者 杀人未遂 为什么 你拿警棍去打学生的头 你有没有可能导致学生死亡 是有可能 对不对 还好那些学生真的 其实身体抗健 年轻比较耐打 就头破血流 但是其实也有人 搞到后来颠前发作 被搞到颠前发作很严重的 其实是有可能拼命死亡的 那这些人是不是要负担 所谓的杀人未遂的刑责 那马先生如果是 他是下令者 总统不需要在任期内 不受法律诉求 所以马英九 他就是等他任期结束 就跟陈随便一样 就等着被关吧 被刑事追诉吧 那这样的话可没有 这样的话你是立刻 就要像九月真正一样 你要是被调到法院去问的 所以你等着看吧 这件事情 马英九到现在还以为 他可以掌控全局 所以我现在就在看 这个事情的演变到后来 到底是学生走 还是马英九江一话 今天苹果日报的记者 去问江一话 院长他什么时候下台 结果江一话一直笑 其实江一话不要笑 我认为你快下台了 真的 因为台大政治系的这些学弟妹 七八百个 已经都联署 3月27号明天就要召开记者会 他们直接要求的是江先生下台 他不叫你江学长 不叫你江老师 是叫你江先生 是打从心里的 否定江一话 这个骗子 靠着汉纳俄兰 这个自由主义学者 去骗了一个硕士 一个博士 回来教书 现在当上行政院长 结果他所作所为 什么时候 去维护自由主义 维护学生的权益 今天这个行政院秘书长 这个出卖了 大概是出卖了这个江一话 因为显然行政院秘书长 并不是江一话的人 是马一九的人 所以当立委问到说 到底是谁下令去立学生 就直接讲是江一话 对不对 所以显然除了 我想这个事情已经不是 这个警政署长 我王卓军下台与否的问题 这个事情确实是 马江体制的一个 非常严重 是否能够存续的问题 而且你知道吗 真的是马无江王 你叫江王卓军 你不觉得这组合真好吗 所以各位 你现在在看 学者 越来越多的学者站出来 尤其是法界的学者 律师也要追究这些责任 就这些施暴者的责任 尤其你看 其实网路乡民 真的是很厉害的 那位好凶恶的 打学生的这个人 其实被肉搜出来了 但是目前为止 还要再进一步确定 听说姓图 那很快了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说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所谓的行政院的 这个算是被 学生被施暴的这个事件 为什么会引起 国际媒体的注意 甚至形容这是 好让人家想起 当年的228 很多时候是因为 你看国民党的操作 或者是执政者的操作 还是一如30年前的 那个思维 他以为是 媒体还是在我控制之下 人民没有新媒体 可以去获取其他的资讯 所以我就可以说 学生是报名 我可以把这个学生说 他是被民进党利用 他可以用30年前 那个旧方法 但是错了 他忘了现在 每个学生使用手机 那是比我们这些 上了年纪的人都还厉害 不管是影片 不管是消息 都立刻出去 都骗不了人的 今天王卓军不是讲吗 说没有警察用警棍打头 各位 让各位看看 有没有警察 有没有用警棍打头 这是苹果日报的连结 这个你连结都可以看得到 在YouTube上也很多 苹果日报立刻扯 立刻说王卓军你扯谎 因为这个画面 这个影片 你在苹果日报里头都有 警察用警棍活生生 就是在这画面里头 从学生的头上K下去 K了他头破血流 说王卓军还敢说谎 说没有用警棍打头 而且你要知道盾牌 你知道那个盾牌 那个盾牌七公斤 所以在这种正报操里头 那个盾牌本来用盾 你可以看很多画面都是警察 用盾牌去打 打学生的脚 打学生的手 或打学生的头 因为在盾牌七公斤 一打开玩笑 动到的就是脚不能走 手不能走 所以这很可恶 所以我说今天我们要追究的是 谁下令 下令者就要负担行事责任 我们绝对不能宽戴 让这种财民已成的人 他必须要付出代价 来来我们问一下 学生代表 柏宇 你们刚听到国安局 纯粹说上礼拜五就有情之 有没有很厉害 你们现在到底在立法院里面 你们学生了解的 那一天进去行政院 然后后来被侵理整个过程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我们现在了解状况吗 我觉得我之前就说过 就是我们也是在那天下午 就有听说说 有一批学生要去攻占行政院 你听了说国安局 说之前有情之 你们有没有担心说 真的被设计了 有没有很压意 我们是蛮惊吓 但是国安局有情之 我觉得这件事情 该大家都多少心里有数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 我们在议场里面 就有找到七名便衣远禁 在里面收集情报 对 那其实所以我们后来 有在进出一场 做了一个很严密的人员管制 就是进来换证件 或甚至是手薄薄这件事情 就是避免这样子轻心发生 所以我想 我不确定是国安局 还是警察信头 保安走对那边的系统 我不是很确定信头是哪边 但我相信政府 一直有在一场内外 都在收集资讯 我想是一定的 那么多钱被打得头破血流 你们现在认为 到底谁应该要负责任 现在有人讲说是 可能是警政署长 有人说是行政院 有人说是总统 当然是马英九总统 要负最大的责任 我们已经再次强调 就是虽然那时候 魏阳在他脸书上面说过 就是他负所有法律责任 但是马总统要负所有历史责任 我相信就是 今天不管是 王署长 江院长 都不可能下 有这么大的权力 去下这个指令 马英九总统一定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最后下指令的人 但我相信 就今天为什么群众 学生这么愤怒 从进行政院 马总统那天早上的记者会 真的是压死骆驼之后跟稻草 所以他绝对要负最大的责任 可是有这个问题 我想要问柏宇 也想问老师 就是今天有行政院的官员讲说 其实如果他们真的要用 强硬流血的手段的话 12个小时就把你们驱离走了 意思是他们其实一开始 不是这样想的 甚至还有官员讲说 这些远景熬夜没休息 人家总有情绪吧 那你们怎么回应呢 我想这些远景熬夜没休息 我们也都熬夜没休息 我觉得学生也有情绪 如果大家说要比情绪的话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更何况原景今天你是在执情 你在执情上 我不是说原景都不能有情绪 可是你在执情上 我想一般而言 应该是要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那不能说因为原景有情绪 所以就可以打人 就可以有血腥震报 我想这个逻辑是很奇怪的 那你们熬夜里面有打原景吗 我相信是没有的 我们也手无寸铁没有东西 可以拿来打原景嘛 那原景就是全副无装 我相信要打也打不赢啦 然后我想这个状况就是说 他说如果真的要写情绪报 12个小时就可以驱逐 这个逻辑也很奇怪 意思是说 所以我给你们面子 一开始劝劝你们 你们一直不走 最后就打你们吗 这种说法说白了也很奇怪嘛 我觉得下令6点以前清除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状况 因为的确是里面的人非常多 我相信如果他一个一个胎力 没有办法在6点以前全部抬走 所以我想下令6点以前 要全部清除的 江院长也要负责 那老师怎么看 他们的说法 事实上我觉得这件事情 马英九要负责啦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是在落实 金普冲在美国讲的话 他说我们的学生是报名 那事实上呢 很明显 虽然王卓军刚刚说有200个原景 可是我们知道7点多 攻进去的时候 事实上前面只有60个原景 而且持续的让人进去 然后甚至于去攻上行政院2楼 我觉得他们的铁门的防卫 也没有像以前 刚刚陈立宏讲的 根本应该很多人在上班 为什么那个时间 一个人都没有在上班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前面的时候去设局 让我们的抗议人士进去 但是呢 他们后面就已经有水车 甚至于还有那个镇报部队跟PT刑警都在预备 等到人维护的时候 他们就攻进来 而且除了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说这个用盾牌跟用这个木棍之外 其实我们有很多后面才去帮助的人 他们被警察拖到水车后面去报欧耶 所以是非常残忍的事实 我认为江一话如果你还有一点点良心 你要把马英九怎么交代你的话去公告出来 根本就不应该再违背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即使是在国民党的威权时代 刚开始解研之后的1997年 核四预算通过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立法院抗议 你镇报部队来的时候 他并不会打你啊 他们是那种镇报部队这样 蹦蹦蹦来希望把人驱走 但是大家还是在抗争 所以水车就喷过来 根本就没有像我们前几天看到的画面 是拿棍牌拿棍子跟盾牌在揍学生 我坦白讲我看了是非常难过 而且我们坦白讲 有一些学生跟这个在里头 是后面才进去的人 也被打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马金应该负责 可是官员说这是个案啊 说你们被打是个案啊 今天如果是个案的话 我们不会看到上百个人被送进医院 这不是个案 这一定是有一个指令 而且我必须要讲 过去我们不管是在蔡政府 或者是在这个 都有被警察抬过啊 那时候警察最多就是刑警 加穿制服的警察 可是这次很明显是镇报部队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的权力配置 以及他们施舍这种血腥暴力的手段 我觉得马英九应该负起历史责任 可是在他卸任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司法来追责 现在很多人在问的一个要是真相 一个就是责任是要弄清楚 所以今天立法院跟台北市议会 都在追这个责任了 那么也给大家看一段影片 看到我讲心里是很不舍 我们甚至要问 但是谁逼着学生 他们都还要死手在那边 那纠察队都还跪着跟他们讲 没办法了 来 我们要追一下 果正 你看看的是蛮难过的 学生 那么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你看纠察队都还必须跪下来 跟他们道歉 到底谁逼着学生 逼着这个纠察队 必须要这样子呢 我想这个画面 不管是谁都难过跟不舍了 那王卓鑫身为警政首长 他所有警察 不管是一个 两个 十个 五十个 这些人的行为他要负权责 这没有话说 他也没有借口 现在老师跟学生是说 要不要网上到底谁下令 这个东西里面就是说 在我个人感觉到 里面谁下令的 到目前早上立法院的报告里面是说 秘书长讲是行政院长下令的 那是不是总统有没有下令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应该是这样 应该当时王卓鑫这个人 在警戒大家都很清楚 他的话不多 他的话很少 那他可能当时候 我听蔡老师在讲 是不是有下令到一个指示 清晨前六十要驱离完毕 那第二个 王卓鑫一定会下令一个东西 一定要全力驱离 也就是说行政院广场一定要净空 隔天上班一定要 好像又没什么大事以前一样 所以王卓鑫如果是下了这两个指示 全力驱离 第二个 隔天清晨早上六点要净空 那他的指示一定会到现场指挥官 到底是台北市警察局的局长还是那个方分局长 三线一经的方分局长 那这个分局长里面 我从画面一直在看 其实到九点多十点多到十二点多 第一波的区里 是两个警察抬一个学生 一直画面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那到什么东西 到后面以后就出来一些血腥的画面 那这些东西里面是不是就老师讲的 因为时间的压力在那边 时间的压力在那边 所以他就用什么东西 用很超过一个比例原则的方式 一个过当的手段 去伤害到这些学生 那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可打了 对 因为他是学生 而且学生里面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个英国 那台湾人中就很重视这个英国 谁 刚刚博裕也讲的 他们也七八天没有睡觉 我之后回高雄 我说那警察怎么会 会没有警力去配置到这些人 他们说其实他们当天是要回 钓钢轮班 其中有一批 其实保育总队掉了四百多个警力 保育总队掉了警力的时候 大概七八点要回保育总队 回去休息 一天被攻陷了 换没有吃 早没有洗 全部从保育总队失败那边 调过来 就回南米去 回到行政院去 那这个东西里面有两种状况 刚刚春吉兄刚刚提到说 现场应该不是只有四十个警力 他们承认有两百个警力 那两百个警力 那个指挥官在哪里 怎么看到说门被攻进去了 因为从学生从立法院 冲撞到行政院 至少有三五分钟的时间点 那个大门应不应该上锁 那个窗户应不应该锁 怎么会我们到十二点多一点多 还有人用那个铝梯 在爬那个窗户 那里面死守里面的警察在做什么 那个指挥官在做什么 我认为感觉到说 这个东西里面应该值得去追究说 现场的当天七八点 那个指挥官在做什么 再来就是说 国安局的处长 今天在立法院讲那些话 我们姑且相信 为什么 常常那个情资 我们在南台湾里面 也常常知道说 很多人就去泡个茶聊个天 今天听到A给你写B 情资人员唱到现在很混 我是因为江一万一讲说 他也有听说 那这里面就是博裕刚有讲的 其实当天下午你们 你们同学就听到说 听到说有人要从立法院 冲到行政院去 国安局如果在那边 有派他们情资人员的话 这个讯息一定会反映上去 一定有 但是我们要问 你国安局除了通报警政署以外 你做了什么 是不是现在因为什么 在传说国安局局长要异动 蔡德胜都没有心了 是可能摆烂 还是说赶快去找关系 去追逐那个关系里面 国安局期感很清楚 国安局是掌管七大情治首长 警政署是我们七大情治系统之一而已 国安局局长的实权里面来讲的话 他只可以上报国安会秘书长 跟总统直接报告的 怎么可以说我就通知你了 你没有积极的作为 我不相信 所以这个情资里面 我认为应该去查清楚 但如果是你只随便写一个 说议场里面传出来 有学生要去攻行政院 这个也叫情资的话 那我个人感觉里面 这当然叫情资啊 立法院之前都已经被攻占了 这怎么不叫情资呢 这个我跟又齐你讲 国安局在这次里面 很多人认为说他们本身来讲 在情资掌握是很微可的 很薄弱的 是很薄弱的 所以今天会提到说 什么国安局的处长一定 国家安全局 你知道国家安全这四个字 如果说情资收集是很薄弱的话 那中华民国垮了 我想今天刚刚 中华民国真的玩啊 没有 刚刚博弈讲到 现场看到的是谁 是便衣刑警 所以第一线的情资应该便衣刑警里面 比外线的场外的国安局情资人员里面 一般来讲情资系统里面是 七大情资系统收集到情资 汇诊到哪里 汇诊到国安局去嘛 汇诊给国安会嘛 给秘书长报报给总统嘛 有听到说是国安局情资给警政署的吗 除非是从移民署过来 从海宣署过来 那学生代表 学生有话说 这就是便衣刑警 我只知道是穿便服的 他们在收集情报 所以到底是国安局 保安总队还是刑警 全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有人在收集情资 但重点一下 我们媒体已经有报导出来 我们这个增防科技那么发达 里面那么监听一大堆 这学生在搞那么多 而且这次不是三两个人 他们早就知道了 不要再帮他们开脱 他们应该知道 但是知道了以后 你做了什么作文 对啦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讨论的东西 你做了 你知道了 那你做什么 对 你有没有感慨 感慨应应会议 如果你没有 你传给警政署 警政署不理你的话 那汪中军当然你就要负全责 对啦 今天最重要是说 情词确定是有的 就是郭政讲的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防备 到底是什么 是笨啊还是坏 这个是大家还在追的真相 我要说明一下 刚刚那个画面 刚刚那个画面 为什么 纠察队要对学生下跪 其实看了真的很难过 学生跟着纠察队进来 但是纠察队却没办法 当然在警方要驱离的时候 纠察队却说 我没办法保证你的安全 那学生自己说 没关系我们都自己来的 我们都自己来的 而且学生自己还喊口号 所以你想想看 一个纠察队他能怎么样 一个学生 他也是学生 所以他就跪下来 跟在场的几十位学生 来表示感谢 接着自己流眼泪走开 你想想看 这么一个有秩序的团体 警察竟然会把这些人 当做报名 这才是真的是令人 非常难过生气的 李永不要哭 李永说每次看了这个画面 看一次就哭一次 其实看这个画面 我也会很想哭 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生是纠察 他其实之前在台北工作六年 现在是回去中部 但是他很明显的 他觉得说 即使我跟群众一起来 我也应该负责他们的安全 可是那个根本 他没办法掌握 因为那个警察的警棍 然后盾牌一直进来 所以他希望说 大家是不是守住自己的安全 可是每一个人都觉得 我是展现我的力量 所以这里头牵涉到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显然我们这所有的人 都是手无寸铁 而且是和平抗议 震报部队 为什么可以动出 震报部队 如果你说520动出 那个时候相对 可能有一些工具 现在完全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 应该要负起责任 这绝对不是 王国军的审视 而且学生都举双手 他其实都告诉你 我无害的 结果竟然还被打 还被抓到暗处去 去围殴 你知道这些实在很可恶 到底是谁下令的 天哪 我们看了会很心疼 你看蔡老师跟立雄 这样眼睛都 眼眶都红了 就说很不舍 现在大家都在问说 学生到底被逼到什么 什么状况之下 他们都必须跪下来说 我们实在已经守不住 守不住就要问啊 是谁逼他们 逼他们到这样子 后来又传出了画面 又是有些人被打得 头破血流 这政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因为在立法院里面 来陪一半这些学生 但我们委员有轮流了 已经八个晚上了 那今天是第九天了 然后中间行罪那时候 我没有去 因为我是负责 要守立法院 我就没有过去 我怕这样两边的那个 失守 可是我这样很冷静的 观察下来 我真的必须说 它还是一个社局 从头到尾 我觉得了 因为第一个 这些学生是蛮有理想性 你不管他叫做阴派 哪个派 哪个团体 他们不会偷偷摸摸的 如果他真的是认为说 我就是不服 所谓的里面的 目前的这个决策核心 我们认为要用 更强烈的方法才能做 这不是没有讨论 我相信一定会有 不同意见 可是他敢率队去 或者是真的是 动员后来在里面指挥调度 我认为他不会 像魏洋这样子 他认为 他只是事后去支援的 你知道吗 他会很大方的承认 我是哪个团体 我要怎么做 可是你只是抓了一个 甚至他在帮忙警方维持秩序的 他在帮忙把场面 hold住的魏洋 用了稀里呼噜一堆罪名 就被法官打脸 那到现在 媒体帮忙找出了很多黑衣人 找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在那边煽动起哄的人 可是至今没有看到警方 用对待魏洋的方式 雷厉风行的公开追查 到底是哪些人 把他抓出来 没有 那我觉得这东西很奇怪 老师刚刚大家讲的空城记 其实是有可能存在的 怎么可能让一个行政院这样做 你去现在看行政院 因为那天隔天之后 我就 我早上六点离开了 我应该执勤的范围 我就去看 两边的铁丝网 你现在是插刺南非 我跟你讲 你只要得到勤资 不管是21号那一天 还是24号下午当时 其实你只要有心要守 行政院是攻不进去的 哪有那么简单那些学生 然后弄个棉被入就进去了 然后进去以后如入无人之地 没有人在上面没有警卫 然后在里面 弄了一大西里糊的东西 后来很多证明是假的 椅子可能是 就是很多东西破坏是假的 当然有些破坏是真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拖了那么久 才做最后的这样驱离 那都很奇怪 所以我今天听了一整天 列政委员会他们讲什么 后来讲什么以后 我们最后归纳的结果是这样子 有几项事实 就更证实了这个问题 第一个 下令一定要全力驱离 甚至是他们知道有盾牌 有这些警棍 有这些相关的手段 因为我们就问他 是个别的这些 这些远警自己的情绪 类这些行为 还是是你们的决策 当然也可能是承担 他说就是他们要求 一定要全力驱离到完毕为止 而这个决策 不仅是那个行政院秘书长 连王卓军都说 就是将一化下令的 所以这个没有防火墙 在王卓军了 这个防火墙现在就是在将一化 你再不讲清楚 就是你要单了 因为王卓军根本 我是觉得是马英九的亲信 怎么可能要他承担这个责任呢 我觉得将一化 你再不讲 你就是完蛋了 那就是你下令的 我这下令的